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17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现场实作教学的直播 这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张医师希望各地在现场实际操作 然后他立刻可以指导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老师手法的示范 还有纠正各地手法 或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现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有台北基金会 还有台北基金会的台中办事处 还有新加坡和香港的现场 老师那我们现在直播就开始 我们现在把镜头到新加坡的现场 老师请您看新加坡现场 他们现在有关于一个 Parkinson的一个患者 他们要询问老师 说一点点痛 一点点痛 然后我不懂是他的承受力 太厉害 感觉不痛呢 还是他真的是没有痛 那么我也处理过他的耳朵 他的耳背 他是也是有痛点 只是说也是一点点 他几乎全身都是一点点 然后按飞来过后 他是有他的手抖 这些会有减轻 会有好一点 现在问题就是说他处理了几次 几次过后就是进展 由他的夫人来讲 他进展现在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他最近上次回去 你不是说他会很喘吗 他的那个 对 夫妻很喘 过后有没有 就是变得没有那么可烦 没有那么平白的 那么喘的那个 那个 那个声音啊 有没有别人变小呢 还是说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 还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没有那么平白的 喘的时间会久吗 有时候是一下子就不处 那么喘的时候 你怎么跟他按吹一会这样 通常就是给他先喝姜叉 姜叉 对对对 背部按吗 背部有 先会那个用红豆包热敷 给他热敷 然后跟他按 他能够会 就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那么这一段时间 你觉得他的进展怎么样 呃 是比之前 那个还没有开机进 原始点之前 算是进步蛮多的 进步蛮多的 对对 好 那彪兄 你觉得最近处理了原始点 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我的身体 一来也是进步很好 对我已经躲的姬叉 比较轻微了 没有已经躲得太厉害了 哦 有进步了 有进步 船的也 之前也比较缩短了 哦 船的之间也比较缩短了 对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件事情 什么要问 好 老师 你有什么要指点我们的吗 就是刚刚才也有提到 安吹一痛点方面 就不是非常的痛 可是他的那个状况 就进步 就只是稍微进步一点 那其他的症状其实都有一些改善 可是假如只是针对他的那个 巴金森的那些症状 就抖啊 然后整体上还是 就是就是就是进展 稍微进展 那我们纳闷的就是他的痛点 假如有体有症状 还有症状的话 我们一定是有体伤 那除了他担心的就是他出体伤那边 假如真的是没有 没有很严重的痛点的话 那我们注重的是 大致上就是可能有换出体伤的原因 就是调整内外日盐 就是调整身体 增强内外日盐 多运动 我们目前就是只能够 这样子让他给他一点时间 慢慢慢慢再进步 所以 那师兄也是有跟他按头部 有啊 他的那个患出痛点 对头部有 头部是整个头 背啊 然后包括他的 全胸也按 背部也按 就是 痛点也没有那么多 他全身的痛点会不是很明显 好 老师你有什么好 就是说可以建议 还有什么做不足的吗 好 第一个 如果听你们这样讲 第一个他最主要的症状 应该是抖 手脚会抖吧 还是只有手抖 好 手比较严重 比较明显 好 那就是手抖嘛 两只手抖 还有第二个是喘 我听起来好像这两个症状 最明显的 有时候在家里会呼吸声很大 呼吸声很大 有时候在家里 就像是很大声 像是有点哮喘 可是又不像笑脸的那样 不是 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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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24小时在发声 而是偶尔会发声 就觉得好像呼吸声很大 有点像哮喘 不过它也不是说 那个喘到很厉害的那种情况 只是呼吸就有点不顺的 那种 有点生饮的那种 有点生饮的那种生饮 好 那大概就 这个是帕金森的问题 那帕金森最主要如果到四肢 我们知道不管是两只手 或两只脚 只要到四肢 一般都是跟头部有关 像中风它偏瘫 也是属于头部原始点 那 这个处理方式 当然我们可以在头部找痛点 那如果说痛点不明显 痛点不明显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按推的手法有问题 如果按推手法都到位 没有问题的话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热能严重不足 那热能严重不足 它的感觉 体伤的感觉 就不明显 会这样 不是说它没有 只是你在按的时候 它不明显 好像有一点点痛 那这个痛 以后要等什么情况下 它才会明显 这时候等它热能严补足了之后 体力稍微变好了 感觉也比较敏感之后 患者那个痛点就慢慢明显 所以有时候患者会随着 它热能足还有体力好 那痛点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它那个痛点你现在按 感觉有一点点痛 那个还是属于体伤 只是它现在更加不足的是热能 那这种情况下的处理方式就是 我们现在在教的 不管他处或患处 一定要用手法 配合姜粉泥的涂法 然后按到深层 让热源渗透进去 那如果能做到这样 一般一段时间 那个痛点就会慢慢明显出来 照理是这样 那表示你们在按 还有按推也确定了一点 它症状有在改善 那它的体伤 我听起来 第一个头部是确定是有了 然后还有喘的问题 那个脊椎两侧 那个应该也跑不掉 另外它的手抖 那个手抖 我建议还是整只手 就像我们按推涂姜粉泥一样 整只手按下来 那在床上直接顶进去 让热源渗透进去 那久久 它体伤就会加速修复 那整个的处理方式不外是这样 所以总结就是说 第一个它现在那个痛点有 但不明显 那这个就是我说热能严重不足的时候 即便手法对位了 它的感觉也不会立刻那么明确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 患者已经显示 我们在加强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配合按推还有热炎 而且是以热炎为主 按推为辅 那整个大原则就是这样 这样回答清楚了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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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那我们就要跟他做通一下 注重提升他的那个内外阴力 而且内外阴力 然后慢慢的 假如真的是体伤 就是说按推的时候 控点再出来的话 这个就像刚师所提的 好 也就是比如说他头部体伤 当然头部也有他处患处 我们都帮他做 那在做的时候一边 一边做一边涂姜粉泥 我们之前有教过的 还有脸部教大家怎么涂 头部都有 好 那这个按推 他慢慢那个痛点如果明显出来 那在按的时候 症状效果就会比较好 所以他还要有一段进阶时间 那这个可能 你们在做的时候再仔细观察 好 那我就补充到这里 好 谢谢张医生 好 不会 谢谢老师回答新加坡 Parkinson 的问题 我们现在接着我们 老师我们看香港这边 我们现在到香港的现场 香港现场这边 好 老师他们要询问 有一个关于肋风湿的一个患者 好 香港你们这边可以开始 你们上次说做舒缓 老师有指导说怎么舒缓 好 我可以 我可以 现在我可以问吗 好 可以 你好 老师 我现在调理一个患者 他是有肋风湿的 还有他有那个耳朵的耳石 曾经掉过出来 一掉出来他就天旋地转的 所以我调他的时候 他不肯趴下 他说担心趴下 他的耳石会又掉下来 然后就头晕 所以现在碰到这个问题 他头部的体伤也挺严重的 如果他不能趴下 我们可以怎么做 试过坐着按头部的 可是头部感觉好像就是不够太深入 所以有什么可以建议的 下个星期我们可以要求患者过来中心 我们可以要老师指导 谢谢老师 好 可以啦 如果头部最好 当然人在整齐床是最好 那如果坐的时候 因为头是悬在半空中 那你另外一手要去固定扶着 另外一手按推 那自然那个力道会减轻 这个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力道减轻 那还是有办法按进去 还是可以受益的啦 所以这个等来实坐 在坐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你们的手法 坐姿的按推方法 好不好 那另外你刚刚提的 他怎么会耳屎会掉 那掉出来不就解决 还是那么多耳屎吗 是什么 他是平衡的耳朵的那个 那个我们叫 他是叫耳屎 平衡的耳屎 平衡的耳屎 那个耳朵里面平衡的那个 那这个也是西医讲的 是他里面在晃动 然后他就晕嘛 是不是这样 那照理应该是这样说 如果我们做的时候 帮他按 体伤稍微改善 是不是就可以趴着 然后进一步再处理 我们就渐进室 对 嗯嗯嗯 好 对 嗯嗯 小星期他过来的时候 可能方面做就很清楚一点 好 好 那等待 我们现在接着也还是香港 香港团队还要再请问一下老师 关于舒缓的问题 他们要示范一下舒缓 请老师看一下 很多大人 好 这个手法 它上下背部 看起来蛮正确的 也就是比上次 传给我的视频还要好 但是在臀部的话 好像力量没有进去 感受那个力量 力量它动作看起来是对 但是好像身体没有 就是往下把整个工具带到深层 你可以再做一次看看 我看一下臀部 对 身体要往前 然后直接整个层下去 然后不是用手的力量 是整个身体下去 这样会比较像一点 好 那我想问被坐的志工 永全 永全 那永全你那个 他在按臀部的时候 有没有按到深层 都不够 力量没有进去是吗 第二次有 他说什么 第二次就有了是吗 第二次就有了 因为第二次会比第一次好 我看他讲了 他大概有这样做 那就有顶进去 第二次比较好 那上下背部应该蛮正确的 你有感受舒服吗 背部可以 背部可以 好 那就整个患者的感受 还有我从外表看 那个姿势是没问题的 上下背部是没问题 那臀部第二次做的比较好 但感觉上还有修正空间 我这个可以拍给我吗 我做一个给他们看 老师是不是可以示范一下 好 我示范一下 好 我的模特儿 来 你趴在这里 那这样拍得到吗 新加坡团队的老师在讲话 你们可以听得到吗 好 这里重点 你看我身体往前 往前的时候 如果手机能拍这里 我的手变直的 这里你看 本来是这样对不对 然后我往前 那这个就垂直 整个垂直 那垂直整个身体 才下去下压 这是分解动作 那这个就到深层了 然后再放松 然后再回来 这里是手回来 这里也变得有一点点斜度 然后我身体再往前 然后再打直 然后再沉下去 整个身体再沉下去 这个时候力量就完全释出了 然后再放松 放松的时候 整个身体也准备回来 这个把它拨过来 整个手是这样 然后再往前 领进去 然后再拨过来 好 连续动作就变这样 好 这样清楚吗 这样你们看得清楚吗 那香港的这样我做 你看得清楚吗 那刚刚的问题已经解答你 因为你大概就是这样 这样还没有怎么样 你看整个到直 直的时候身体再整个沉下去 这样才有力量 而不是这样就沉下去 这样沉下去就有一点滑出去 你刚刚的动作就出在这里 你看我本来是这样 然后我身体往前 然后这个就变垂直了 然后再下压 好 这个才是 那你刚刚的动作是这样下去 这里还是斜的 有一点点斜 虽然有一点直了 但是你身体还不够前下 所以臀部他的身体动作是 这样刚开始你找到位置对哦 然后身体往前 牵到把整个工具变直的 然后身体再往下 这样就做出来 往下之后 然后手再放松 然后再把它拨过来 身体也往后 然后这里就松了 然后再来 往前 往下 然后如果做到粘系 这样就变成这样 好 刚刚都是分解动作 那你这样再做一次看看 好 老师谢谢 我们接着是新加坡 他们还要问一个 有关于乳癌的 那他们现在现场 那个乳癌的患者在现场 那新加坡请你们就开始 好 老师 这是我们的一位学员 那他的这个患处 大概让你看一下 他是比较大面积的 好 美平师姐 自从那时候台湾回来 我们就指导他怎么样处理 多数早上都是美平师姐 在帮他处理的 好 现在他有一个疑问 你要问吗 你帮我问吗 好 他要我帮忙问 就是当我们在处理这个 患处周围的时候 暗的部位 暗的那些部位 他都会开始痒 暗哪里 那个部位就会痒 他想要大概知道 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们在暗的过程中 周围暗的地方会痒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 因为他 他那个爆掉的地方 可能会流出组织液 那组织液一定第一个 平常就要用姜汤擦拭干净 这是要注意的第一点 那第二点 如果他暗的地方会痒 我的建议 再涂姜粉泥 就是大力搓 搓周围 把那个大力搓几下 他那个痒自然就不会了 所以那个痒的问题 大概就是这两步来解决就可以了 好 这是刚刚提的问题 新加坡这样有听到吗 刚才有点断断续续的 不过我听到的就是 就用姜 用姜粉泥就 就再比较沉一点去按多几次 这个痒的问题应该是会解决 那其实我们按推 它按哪里痒哪里的情况下 它是没有流组织液的 就是它的周围这边是干燥的 对 我就是说 平常有组织液先要把它解决 那如果没有 你在按哪里痒哪里的时候 你就直接用姜粉或姜粉泥 大力搓 大力搓 一定要大力搓 然后搓一搓 它那个热源进去 自然就 它会感觉着热 而非氧感 那个着热可以把氧的感觉取代掉 所以一定要让姜 不管是姜粉或姜粉泥的 那个藉由按推 舒缓的按推 然后把它深入进去 这样它就可以止氧 这样讲看对不对 那可能刚刚开始 我们跟他就是说 把姜粉泥涂抹均匀的过程中 开始推 它会觉得氧 那你的意思是说 可能那个热能还没有推进去 所以它可能会有这个 不适的那个氧的感觉 所以假如我们做法正确的话 能够用舒缓式 把热能带进去 它能吸收这个氧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我这样说对吗 是 应该是这样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好 现在 它的反馈是说 现在每次涂了姜粉泥 我们开始跟它推的时候 它推哪里 那个部位都会 所以经过刚才张医师 这样提示我们的话 我们在照做 假如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反馈好不好 好啊 其实那个按哪里 就好像我们抓哪里 哪里会氧 其实那个 其实都是用姜粉或姜粉泥 在同样的部位大力按 按推 让热源渗透进去 一般那个氧是可以止氧的 好 老师跟你汇报一下 通常早上 整个血液来了之后 我们的医师姐就会帮他 先就按推背部 然后我们也有姜粉泥在背部 然后才处理这个画柱周围 是 然后画柱周围也是照样 啊 轻匀了之后 就尽量给我出管室 把那个姜粉泥推进去 它的痛点都在周围 我们知道它的那个痛点的位置 那之前它下部分这里 整个都是硬和和的 是 现在会比较好 就是学了正确的那个舒缓式 按推方法 能够把热源带进去 这些都改善非常的明显 哇 这个很好耶 因为它周围都硬 热源没有进去 代表它体伤还有很寒 热能颜重不足才会僵硬 那这样把它带进去之后 热源有深入 所以它就会变软 其实包括肿瘤也是一样 硬结肿块的时候 热源有进去 它也会松软 如果越来越硬就要小心了 它越来越硬 很可能是在恶化 就是然后部位 硬的部位越来越大 就要小心 如果这样周围变软 然后有感觉 那这个是在好转 就局部啦 局部的症状是有好转 好 这样可以 谢谢老师给新加坡乳癌的答疑 我们各地都看得到吧 都清楚吗 老师 那我们要接下来的就是 台中办事处 台中办事处 他们也是在按推舒缓上面 要请教老师 台中办事处请你们 好 我们现在台中办事处开始 一下手就有问题了 因为它如果上背部 是要用另外左手 那一手扶在下面 你在上背部 已经用到右手 右手是要下背部 左手是上背部 对 应该是这样 好 开始做 顶进去之后就开始做了 对 来回 顶进去之后就开始做了 对 另外一手要扶着背部 不能行空 对 放在它的上背部那里 好 这种舒缓 好 这种舒缓 上下背部我先讲 第一个你没有用到身体 没有充分用到身体 因为我看你的手都有在动 你的手在动就是你的手 好像还有弯这种感觉 就是来回的弯 事实上它是有一点打直了 打直来回 它没有弯的 所以这样打直 你才能够顶进去之后才能来回 你再试一次 对 顶直 打斜斜的顶 斜斜的直直的 然后就开始顶 好 开始 身体绝不能起来 它顶死了之后 只有手来回而已 你注意你的手肘 好像都还有弯曲的 那个还可以好像活动的 那代表你的身体力量没有进去 所以你的身体应该没有充分发挥 舒缓要到深层的话 一定手要打直 整个工具是直的 就是不能弯曲 好 好 大概这样我看懂 那你臀部再做一下 臀部 我看你 臀部的舒缓 也是一样 你还没有打直 就刚刚犯了跟香港一样 就是斜斜的你就已经压下去了 他事实上要身体先往前 然后手打直的时候 然后才能沉下去 所以你这样的动作 然后你那个手 没有打直 所以你那个舒缓是 做不出来的 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好不好 好 刚刚我说的右手不能到高背来 这样舒缓是错的 这一手放着 然后这个 这个我说这里手不能弯 不能这样 这样来回 这样一看就是松软无力了 这样是做不出来的 他应该要怎么样呢 顶住 这样顶住 这里都是整个都是有固定 完全不 然后手只是这样 你看固定住之后就这样而已 这样才是舒缓 你们再注意 这样而已 但不是这样 这样 这样就好像手肘那里都有活动 那有活动 表示你没有固定住 就是没有这样 这样顶进去的力量 你即便这样也可以 但是这样有一点僵硬 所以手是这样 但是这里的手 就好像被固定住了 完全不再动 那整个身体沉下去 顶住之后 然后这里有斜斜的 然后你才能够来回 那如果是臀部它是直的 你要有两个动作 第一个先这样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身体往前 那这里是垂直的 然后再往下 这个就是按舒缓臀部的方法 再往下就对了 我用这一手做臀部 让你们看 这里是斜斜的对不对 然后你往前就变垂直 然后再顶进去 用身体顶进去 那这样就完成了 那背部一定是斜斜的 但这里不动 这里都是固定的 然后用身体沉下去 沉下去之后就有力量 然后来回 这样就能舒缓了 绝对不能手放松 这个手肘如果有这样 这样放松来回 那你是用手的力量 那整个力量就不见了 一定是打 这里稍微打直 然后沉下去 然后斜斜的你就可以 这样舒缓 这样力道会变得很大 这一手我再释放给你看 好 好 这是整个背部 那臀部呢 我刚刚已经说了 你手是这样 刚开始放的时候是斜斜的 但你身体要往前 到垂直了 往下 这时候就下去了 这样才是一步 这样才是一步 来再看分解动作 刚开始是这样 然后往前 整个力量集中在 腕骨这里 然后往下 好 那整个连续动作就变这样 来 还是斜斜的 去 下去 来 前 下去 来 前 下去 好 那这样整个动作就出来了 所以刚刚玉玲 你没有做出来 大概是这样 你可以反复看 好 谢谢你 玉玲我这样做了 你看得出来吗 你好像是用 你看你身体要 如果背部 这是臀部是吗 臀部可以 对 但好像没有 你第一个动作没有做稳 就在做第二个动作了 我刚刚分解等于你同时 啊树林在吗 在 在 任何有时候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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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试试看 跟我动作一样 跟我动作一样吗 不一样 我们这里的志工 看你在做 就好像跟我不一样 比较像一点 但是也 不是很标准 但是也不是很标准 好 那你背部做看看 背部 背部的舒缓 好 上下 好 我看一下 好 我看一下 舒林你们都很客气 你另外一手 应该要放在他的背部 脊椎 然后身体整个顶下去 顶下去 然后你那个身体 一定要靠手 不要太斜 然后才能够整个身体下去 好 再试试看 好 试试 好 顶下去就可以做了 对对对 好像跟我也不一样 你应该整个手臂 就从肩膀的手臂下来 到手上臂下臂 它整个是固定的 我看你这个都还有来回这种 它整个是这样 好像僵硬的来回 但不是这样的来回 好像这里也可以松松的来回 那这个都不对 整个上下背部是被固定了 我看你们都还没有被固定住 我看你们都还没有被固定住 好 好了 勉强了 勉强了 下一次再说 我们把这个动作 本正标准的你们再反复彼此 比对一下 应该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最后他做的好像也没有一样 你们在台北看 他们在看好像真的 我也感觉没有 好像力道没有进去的感觉 好 你们今天 大概这样做 在底下的被做的 那个是德勤是吗 可以啊 你被做感觉怎么样啊 我擦 张智智擦得透了 它舒缓可以吗 像他们这样应该还好 还好 那你的标准比较放松 不是啦 他们还有进步空间 他们还有进步空间 还有进步空间 那你的意思是 你等一下会教他们 是吗 告诉他们怎么按 应该里面应该有几位都不错的 你们再讨论看看 要不然等一下那个我的视频 你们再看一下 下一次我们也可以连线 这样再加强一下 好 那Luna大概就这样吧 好 谢谢老师指导 我们今天新加坡 香港 还有台中办事处现场直播 我们就到这里 今天是基金会第一次现场实作教学 难免音效不太理想 画面也不够清晰 老师说他重视的是现场指导的内容 是不是能够让各地学员受益提升 影音的效果呢 以后我们再慢慢改善 基金会将继续规划安排 欢迎全球各地公益点 报名参与 老师希望这种现场实作的教学模式 可以马上修正学员不正确的操作手法 又能够立刻回答操作者的提问 全球各地也都能够同步提升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还是继续现场实作教学的直播 欢迎大家收看 下礼拜见